好禮拜一就是清明禎 中華館來的這個大小公門 自開始就有人來北門 為了風喊在民眾 燒金座做成火災的議官 中華館小鳳教跟這個國的小鳳隊 都有派到這個經濟小林園 到公門來做紅火選擇以及境界 也好友民眾 這個北門燒金座一定要等火花去 人才可以離開 清明禎就要到老 燒金座也要出現北門的林條 小鳳教為了派到北門 他們去火災 不然派完到肯定選擇 也出動水太差 在肯定發送水底了 我們現在剛才請問一下 我們像要炸水 因為水比較安全 因為現在天氣比較暖 炸又乾 所有人都去倒火 我們就去炸水 很安全 你不要待會稍微火 你不要倒閉北風氣 知道嗎 你如果背後想要跟親戚人說 我們準備北門 我們今天要去炸水 除了選擇發水底 小鳳隊員還要派到 小鳳的滅火底 親自忘了 那是發現 有民眾燒金座的火 也不買就離開 就會噴水來滅火 呼籲各位鄉親喔 那就是不然放爆竹 然後不亂丟煙地 然後不亂燒雜草 還有就是不亂整個民旨飛揚 那整個散布過程結束之後 然後特別記得就是將整個魚境 要整個做一個很好的消滅 然後就是記得將整個垃圾來帶走 可以讓我們整個火災預防 可以很確實讓減少這個災害的發生 小鳳救共町 民眾在在稍微製造的時候 要相當注意擁火安全 稍微煮還要注意 準備水管在旁邊境界 也需要有人看過 卡電火花器這裡開 多一分注意就多一分安全 大專新聞中謝良 中華 蔡宏博德 多一分注意 importa